好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 首先零到一岁的估计我能想到了 咱婴儿怎么说啊 很好叫baby 注意婴儿可不是随便叫七八岁 三四岁有东西都叫baby 记住老外执法零到一岁的叫baby 而且很奇怪 这时候用的代词是eat 就算你知道这是个男婴 也得说 Oh it is very lovely 这个男孩真可爱 女婴it is very cute 一样的it is pretty都是可以的 注意为什么 因为老外认为零到一岁的婴儿还没有意识 这时候必须用eat小动物的感觉 但是正相反 要是一个小狗零到一岁很奇怪啊 公狗老外竟然代识用he 莫用she Oh he is very sweet she is very lovely 老师竟然敢歧视人 为什么 因为老外的理解这样 狗啊很通人性 零到一岁的狗 举个例子 你把小狗搁大街上 你往回去走 狗知道你的主人会跟着你走 你给骨头人家吃 你给滴滴味闻都不闻 还冲你叫 但是你在试想 把三个月的你搁到大街上妈妈走了 你会跟着妈妈吗 给骨头咬 给滴滴味喝的饭了 嘟嘟嘟嘟嘟 人家拿走你还咬人家 所以同学们知道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 这时候 那你知道一到二岁叫什么吗 上个班的时候跟我说 那叫B个baby巨婴 那可不能这么干 所以同学们 这个是一条记住 咱们中文不怎么区分 但英文是要区分的 它不叫婴儿 叫幼儿 跟我一起读 Toddler T-O-D-D-L-E-R 一起来 Toddler 再来一遍 Toddler 所谓的幼儿就是 好像是鸭血液 能走了 有意识 估计最早有记忆 肯定不是三个月的时候 可能最早也得是 一到两岁的时候 这时候 跟我读一下这个词 Toddler 第一个 零到一岁叫baby 那么同学们 接下来往下 过了两岁 到小学六年级毕业 那就是儿童了 英文叫 很好 Child 这也没什么可说 那接下来 十三到十九岁 新少年怎么说呀 很好 T-E-N-A-G-E-R 跟我读一下 Teenager 再来一遍 T 很像查的一个音 Teenager 一起来 Teenager 那老师 怎么那么寸呢 非得十三岁 还末了非得十九岁 我十九点一二五岁 就不叫Teenager 我十二岁半 就不让叫Teenager吗 还真不行 因为你要琢磨词根 老外说 什么人才叫Teenager呢 年龄以Teen结尾的 Aager Age不叫年龄吗 你想想十二英文怎么说 12跟Teen没有关系 13呢 13 14 14 15 16 17 and 18 19 那你要到20 好像就变20了 所以注意 13到19 Teenager 好像在大学 大一大二 还可以叫Teenager呢 一旦到19过来 我们就长成人了 杀人就得犯法 要为自己的行人负责 你杀人就得枪毙你了 你枪毙 我们觉得怎么样 爱到他了 所以成人很简单 就叫爱到他 一起来 Adult 一起来 Adult 成年人一起跟我读 Adult 作为形象 但成年人说的太笼统了 好像70也成年人 50也算成年 21也算成年 虽然刚成年 不久 那么同学们 与手描细分 你看20到29 30到39 好像不同 你看我像多大呢 刚才我从学书 说23多 有同学老师20多 那么同学们 怎么表达 一旦成人以后 我们的表达方法 一定要记住 叫做 In 加1 然后 如果某人20多 就把20写出来 20 但是有个问题 你20多 所有几种可能 20 21 23 25 29 10种可能 那么我们要把20 10种吗 要变成素数 外边I 加1S 叫做刘老师 You are in Your 20 你一定在你的 10个20多岁中 之一 这不废话吗 所以叫做 Being was 20 某人20多岁 那同学们 30多怎么说呀 我 比如举个例子 我舅舅30多了 My uncle is in his 30多 30 外边I 我爸爸40多 怎么表达 My father 或者我妈妈40多了 Is in her 40 再来 我爷60多了 Is in his 6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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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来 那么同学们 一定要这种表达 但是这个表达也不够详细 那二多还分几种呢 21 也算二多 30 也算三十多 35 也算三十多 三十七八呢 路老师 我看你像三十多 但没到三十七八 你也就30岁出头怎么办呢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加个形容词 您处于三十岁早期 那个形容词早的意思啊 很好 叫做 In his early thirties 你二十一二 You are in your early twenties 我爸爸四十出头 My father is in his early forties 老师 我看你像五二十五六 那就是中期呗 把mid都简称一下 变成MID You are in your mid twenties You are your mid thirties 当然 刘老师 那什么叫 You are in your late thirties啊 说你现在三十岁晚期 你才晚期呢 就是你二三十八九的意思 哎 我爷爷快七十了 This is late sixties 所以可以加这三个形容词 early mid and late 当然 也可以继续说 一旦人过三四十 那就算中年人了 中年的人英文怎么说呀 那很简单 叫middle中年龄呢 age 但再加个d 是形容词 a middle aged man 一个中年男人 一个中年妇女呢 a middle aged woman 那老年怎么说呢 想都不想就old 记住old这个词 也是太过贬义 老外是不用的 说你们的书很新 very new my book is very old 都叫这儿了 所以我一说老人 You are very old 就感觉老没用了 这种感觉 老外是绝对受不了的 所以同学们 在国外老人自尊心非常强 举个例子 你在国外上公交车 我们原来在本科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在那交换几年 去了以后 我当时还让中国的习俗 在公交车上坐着 然后突然有一个德国老人 也就六七十岁这样子上来了 那么上来 吐着个拐过 然后我立马起身 我说please take my seat 请坐的位子 我当时还要特得意 在异国他乡 还能当活雷锋 结果人老头 你知道当时怎么反吗 就是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静止走到车后面站着去了 当时我非常生气 我说哎呀怎么这样 我起码给你让个坐 你应该哪怕不坐 应该谢谢我 后来经过我们那块 当地人跟我解释 我才知道 在国外记住 不要给老人让坐 如果你给老人让坐 当站着的老人会这么想 哦你再提示我 我老掉牙了 我没用了 我连站都站不住了 还需要你来怜悯我 来可怜我 他会这样想 所以同学们 在国外 他们是不会给老人让坐的 所以同学们 当然哦的 当然 我分两头说 你上公交就有空位子 你也别跟老大一起 这是我大去你的 不要这样干啊 所以同学们 当有空位子 谁先坐 当然还是老人先坐 但是如果你已经坐下了 不用主动给老人让坐 第二就是 哦的这个词也不要乱用 因为他已经没用的 破旧的感觉 我记得在德国 当时那的化妆品非常便宜 我想给呢 当时音乐不好 他要到百合商场 就想给这个 同学的妈妈呀 好像我记得是一个同学的妈妈 给他带化妆品 音乐不好 我就想表达 这个化妆品 是否合适这个年纪大的 你知道 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Is it good for old woman 当时那夫人听完就乐了 他一看我是外国人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 In my country There is no old woman 在我们国家没有老女人 这样就无人了 老师那我怎么表示老呢 很简单 这就把old变成elder的比较级 加个ly 这个词完全等于old 但非常的文雅 叫年长的 年纪大的 跟我读一下 elderly 再来一遍 elderly 一起来 elderly 以后再说 我的奶奶年纪大 一定说 My grandmother is very elderly 这个医院是给年纪大的人建的 This hospital was built only for elderly people 如果你知道这儿的话 那么同学们 这些岁数就明白了 那同学们 我们来简单过一过 看有的能不能填出来 哎呦 说这是不是你的一辈子 刘老师 那就默认为这是刘老师吧 说 我出生在一个小城镇 这个婴儿出生在 刚出生的婴儿 那个词类了 很好 The baby was born 那接下来 I went to the kindergarten 什么叫kindergarten 很好 幼儿园 garten 小花园 老师 你别做了吧 花园叫garden 你没有看错 同学们 一定记住 花园在幼儿园里 读成garten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kinder 我也没读kinder啊 这不是英文 最早的幼儿园 来自于德国 英国人借来使用 这是德文词 在德文中 幸好在德国留学啊 德文中花园 就这么拼 读起来都garten 原来我们上大学的 德国外教 我们叫做hergärtner 叫园丁 现在他姓园丁 那么同学们 kinder同学们 也不是好的意思 在德文中 小孩 children 不叫children 叫dastink 小孩 他的复数 叫kinder 所以一堆小孩的乐园 这个词是完全的德文 给我读一下kindergarten 一起来kindergarten 我上幼儿园 当我还是什么上幼儿园 你觉得什么孩子 可以就开始上幼儿园了呢 child可以更好 幼儿幼儿 when I was a toddler 就可以开始报名 上幼儿园小班了 那么同学们 接下来 when I was a 10 years old 当我说白就是 when I was a teenager 当我 啊不对 when I was a child 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 my father got a new job in a big city 我的父亲在大城市 找到了工作 于是 重点字组 一定要记住 what is I grew up in the city girl长很好 我在哪儿 长大的意思 girl 重装着重 up起来 长起来 长大 I grew up in the city 用了过去时 我是大城市里长大的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met a gorgeous girl 到青少年 十七十三十九 就该情窦初开了 我遇到一个 真gorgeous 极美的女孩 我说 算了吧 快如花都出现了 不管怎么样 青少年 接下来 我就跟这个女孩 三年干嘛呢 注意次足 go out with 不是跟她出家门 三年 离家出走 消失了 go out with somebody 一个固定次足 与某人 约会的意思 约会 可不得出去吗 I went out with her for three years 一定记住啊 go out with somebody 是一某约会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成功了吗 于是出现 We have a lot of 一起来 绕 再跟我读一下 绕 这个词 发 out in loud 大声 We have a lot of 绕 绕的意思叫 争吵 吵架 We是不是 老吵架 那老吵架 就怎么办了呢 We broke up in the end 很好 此组出现 这是出宫避讳的 Break up with somebody 你某人分手 昨天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I broke up with my girlfriend yesterday 我跟我同学断交了 I break up with my best friend 都可以这样说 于是 分手了 接下来 出现什么事呢 好 那就好好努力学习 准备上大学吧 当我多大的时候 我就上大学了呢 那当然二十岁了 那么同学们 那也就是大概 瞎说了 应该十八十九 肯定留级了 那就这样说吧 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就上了大学 上台是北京大学 北京University When I was in my 二十五周 怎么说 早期 early 很好 twenty 一定要外边 加ES 这个中考 中间的年龄 表达的考点 很好 接下来 很快就 in my 三十岁了 三十岁干嘛呢 很好 这回真正的 met a girl 遇到一个女孩 这个词子 我都不用说 你肯定知道 塞尔的原型怎么写啊 Fore Fore in love with somebody 坠入爱河 掉到爱里了 爱上某人的意思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词子 What is get married 很好 结婚的意思 再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get married I met a girl 先是遇到 然后呢 Fore in love with her and got married 先遇到 在这乱和 再结婚 三个词的程度 一个比一个深 那接下来 都不用我说 two years later my wife 这回不是 get married了 而是get什么呢 词读 get 一起来 pregnant 一起读 pregnant 形容词 pregnant pregnant 这种孩子应该叫 怀孕的 注意这个词读 怀孕 因为我也不会写 you 什么的 tb帮字 这个 怀孕的 一起来 pregnant 词读 get pregnant 于是我们就有了什么呢 we had our first baby 注意 叫一个词读 have a baby 就叫生小孩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 in my late forties 是多大呀 很好 快五十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事呢 unfortunately 很长的词 继续文 经常使用 一定要记住 fortunate 叫幸运 unfortunately 不幸的 有什么不幸的 他老师 你一定遭车祸了 胡说 那于是 we got divorced 离婚证 我本下梁 年龄多少 年龄怎么怎么着 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 并对双方的装备 急需你猜看 哎呀 往上离婚了 所以同学们 此族有一个 叫D-I-V-O-R-C-E-D 跟我一起读 get divorced 一起来 get divorced 结婚 get married 怀孕 get pregnant 而离婚 都得加get 我们就要一起来 get divorced we got divorced unfortunately 很不幸 因为分赞不均 我们就离婚了 离了婚以后 就到了 哎呀 我怎么样 我就厌烦了这一切 在五十岁中期的时候 怎么说来了 一定解释 in my 很好 me的 fifties why 有没有变ES 我变加ES 我就 厌烦这一切 我也不上班了 我就 that means I was retired 各位对这个形容词 一起来 retired 超人也有老的一天 也有飞不动的一天 什么叫retired的 这个形容词呢 叫退休的 B加retired 一个形容词 一起来 retired I was retired 1998 98年退的休 那然后就该干嘛了呢 最后到80岁了 起了80 I keep a dog I don't walk the dog every day 我就是keep a dog 很好 不叫保存一只狗 叫养狗 叫保存一只狗嘛 养鸟怎么说 keep a bird 养鱼 keep fish 我还想养猫 keep a cat 并且你要养狗 就得天天 walk the dog 使狗走路 我们叫六狗 你这种什么叫 walk the baby吗 这不是遛孩子的意思啊 就是以后你没看家里小花园 然后一些中年妇女抱婴儿在花园来回走 这叫walk the baby 就是抱着孩子出去活动活动 但walk the dog every day 那么同学们 于是有一个电影 希望你看一看美国重的电影 人生中必看的十大电影之一 阿甘正传 怎么总结人生呢 人生苦短 它是这么比喻的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 为什么像巧克力呢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会知道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 简称what you are gonna get 美国人经常用gonna 代表be going to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下一步会得到什么 然后这个不理解 巧克力盒怎么不知道 因为注意 中国的巧克力 一大盒一大块 美国卖的巧克力 都是一个盒 一个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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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给孩子巧克力 很有意思 都标日期 怕你吃多了 这是你10月1号吃的 这是12号的巧克力吃的 10月3号 到1号 妈妈他也吃 你把1号捅破以后 好是这种形状的巧克力 2号的捅破 这样形状的巧克力 3号捅破 这样形状的巧克力 很有新鲜感 所以阿甘比生活 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糖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下一个会得到什么 很有意义的一个 名人名言 也希望你能够记下来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 很好 接下来咱们就迅速 学学卖 看能不能把这些动词 回忆起来 再把我的一生 回忆一下 我在这医院 怎么着 生的当 什么 你呢 离我们家 只有我爸妈 居住地方 只有五分钟 距离的这么一个医院 出生 哪个词 被出生 I was born 没问题吧 这可是最简单的词读了 我怎么样在同样那房子 我在那间房子 长大的 I 很好注意过去时 I grew up in the same house When I was sixteen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 A是一个人 我在一个派对上 遇见了A 哪个词啊 就是meet的过去时 去掉E I met A at a party She became my first real girlfriend 她成了我第一个 真真正正的女朋友 并且她跟我约会两年 还记着 司徒 Go out with somebody Go的过去 谁能继续了吗 She went out with me for over two years 但是 Unfortunately 一定就是这个词 继续文 就是转折 特别悬念的感觉 但是很不幸 我们肯定就转折了 分手了 什么up 很好 Break up的过去 实际上记住 We broke up And I 我就去大学了 I went to university I was a boyfriend 有种老师 你怎么又交男朋友了 难道 注意啊 这个波子就是男性朋友 没问题 我交了很多男性朋友 在我第一年在大学 然后呢 就觉得不找这些男性朋友了 后来我就遇到了 B 很好 I met B 我们就很快 之外和 怎么说来了 很好 Fore的过去时 Fell in love And很快就结婚了 Got married The years after I graduated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我毕业了一年 Soon after 不久之后 We decided to start a family A family 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家庭 建立家庭 就得要孩子 三个人的家庭 于是 这回来了一个 Fortunate way 虽然叫Lucky way 幸运的是 我们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生了第一个 We have的过去时 Hed our first baby A boy in the same hospital 在哪个医院 为什么幸运呢 在同一家医院 哪儿啊 在我被生的 Where I was born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好迅速来看第二题 请填名词 刚才填都是动词 保罗啊 还没到二岁 他是什么 没到二岁 有的用baby 不对 一定是toddler 因为一到二岁 叫幼儿 老师 没到二岁 可不可能是三个月的婴儿呢 不可能 你要体会 没到二岁 可不是数学 我说我爷爷还没到八十 有没有可能五十三呢 有的老师 不可能 没到八十肯定是七十八 老师 你现在 举个例子 你现在十几 有的同学十一岁 十二岁 十三岁 甭管几岁 能这么说吗 老师 我两岁多 两岁多就是十一十二嘛 两岁多肯定是不到三岁 所以他还不到两岁 估计就是一岁半呗 所以他还算是一个幼儿 不要忘了这个字 toddler 再关注一下 toddler 来看第二题 Albert是一个司机 公交司机 开车四十年了 但是停止工作两年前 所以现在就算退休了 那个兄弟 retired的 很好停止工作 对应 好第三个 司司25了 他现在他 他现在就二多岁 中期怎么说 she's in her 很好 mid twenties 就完了 这样写 就比写25 要正式的多 好 来看 Karolin 50了今年 他现在是属于什么呢 他的 in her 50岁呗 fifties 不就完了吗 那同学们 接下来 Ron 33 他的老婆 32 他们俩都 30多 会写吗 一定注意他的变化 they're both in 他们俩了 就是 they're 很好 P-H-I-R-T-I-E-S 叫they're both in their 30s 很好 继续 Joan 今年75了 他现在 很老了 但不能使用 old 还是那个 比较年长的 she's quite elderly 再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elderly 是个形容词 好 继续 Jason was born 6 weeks ago 6周前出生的 他现在是个 那咱俩这个 才算baby吧 0到1岁 好 Lee is 13 this year 他今年叫13了 他很快就变成一个 13到19 叫很好 青少年 怎么说来啦 teenager 很好 13到19 那最后 我今年18 所以法例上说 他就变成了一个 成年人 adult 他怎么说 I-A-D-U-L-T 最后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adult 再来一遍 adult 这样同学们 我们就把年龄 也都过完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花的时间 还真不少 把咱们的 整个描述一个人 从长相到身材 到颜色 在头发 到年龄 到一生的一些动词 基本的就要记住了 那么同学们 回起后 我强烈建议大家 每次上单词课 或上飞飞老师的其他课 准备一个版 专门记一些 上面不认的单词 抄下了以后 你的工作就是 在自己上查一查它 然后再抄一个例句 等最后等到一年下 你会发现 总结了一本 一页上二十个单词 六十页的本 一千二百个单词 然后又有一千二百个例句 每次读多多数例句 你会发现 不光口语阅读量 什么写作 都会突飞猛进 所以期待着 你要是一年 增加一千多个单词 你可不知道中考 才一千六百个单词 你初一就能学的差不多了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同学们 回家一定要干这个工作 好了 那同学们 下次课 我们还是老话 不见不散